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昨天港澳辦出文 譴責岑耀信法律界的恥辱 接下來是中共式的 要批賭 批賭 批臭的方法 然後到中聯辦 國安處相繼譴責岑耀信 不僅僅將香港玩言論的邏旗拉進去 說是英美帝國主義互相拆認的結果 看完之後你覺得 會得一口笑之餘 原來跟你拍了臉 也不算拍臉 很客氣 跟你分手 原來有個下場 誰敢這樣瘋你 待會回來再說 各位 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 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 VPN 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 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6個設備一齊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子 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港澳辦出原文去譴責岑耀信 然後中聯辦接力 然後國安公署也加入這個戰團 對我來說 完全不會有意外 亦不陌生 大家如果看六七年暴動 文化大革命 或者之後很多有關於去批評中國政府 或者最近這些戰狼的一些言論 他們的反駁模式都是這樣的 一個接一個 總之就將你批賭批臭 鬥賭鬥臭為止 但是 喂 今天已經不是六七十年代了 即使你們戰狼外交就越來越 會被人覺得你 喂 說少少話而已 你的反應怎麼這麼強烈 被人笑 真是疑笑國際 這個中聯辦 用這個發言人的形式 你看到左報很多都是跟著的去報道的 他就說說岑耀信 辭任香港特區中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之後 公開發表文章抹黑香港的法治 詆毀香港的司法 誣蔑香港的法官 完全是信口痴黃 這也是港澳辦的口徑 刻意造謠 嚴重失實 失德 失信 惡劣行徑 公然違反不評論代決案件的原則 攻擊法官同製判決 網以尚未審結案件的判決 違背法官的職業道德 然後 然後這一段才厲害 發言人說 香港法治不用抵毀 回歸以來 香港法治水準不斷提高 廣受國際社會讚譽 這些是隔壁說的 如果說香港法治面臨什麼問題的話 最大的問題 就是香港司法 受到外部勢力的公然干預破壞 包括威脅恐嚇 制裁香港法官等毫無底線的行徑 他說岑耀信 抹黑香港法治 接著 和最近一段時間 邏奇唱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英國政府對付香港倫敦經貿辦職員 和美國政客叫囂 撤銷香港駐美經貿辦特權地位 以打擊香港國際化地位 相互賊認 外部勢力 妄圖傷害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良好的法治環境 和國際化優勢的浪子野心 超然若揭 很長的篇文 當然我不會讀完 這些廢話一堆 你能看到 是否有問題 你可以畫出一個圖 在你的腦子上 相互拆認 包括 即是辭職 和香港分手的法官 岑耀信 抹黑香港法治 然後 羅奇 就說香港玩完 唱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然後 美國政客 叫囂 要撤銷香港 這個經貿辦特殊的地位 再加上英國政府 向岑耀信他們施壓 同時 去拘捕 去對付 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職員 你想想 不遲不早 偏偏在這的時候 四個派對 一起向香港發工 包括抹黑香港的法治 抹黑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還不是在一起 你不是這群人 每個人都想害我們香港 每個人都想殺死我 每個人都想害我香港 你沒有一個好人來的 你覺得如果這樣說那些人 你覺得他是不是這裡有些問題 我也覺得有些問題 你每個人都想我壞 你每個人都想我死 你每個人都想 就是這樣 給人的感覺是 那種被迫害妄想症就出來了 我經常都 中國人有個老話 叫做 忠言逆耳 苦口就良藥 他不會聽說 為什麼你會批評我呢 你會批評我的意思 是不是我做得不好 是不是做得不夠 我什麼改善的地方 當然是逆耳的 當然是不開心的 是不是 然後苦口良藥 說你病啊 吃藥 你知道中藥有多苦的 通常我不想喝 那些藥很苦 兒子苦口就良藥 越苦那些藥 對你的病是越好的 但你一定是不想的 甚至不承認自己有病 甚至不承認自己有問題 在中國古代就有些叫做賤官 但是賤官過都不得好死 大家知道不是撞牆死 就被殺了 為什麼要有一個賤官呢 因為皇帝自己都知道 有自知之明 我一個人說了事 絕對權力絕對腐化 皇帝也知道 是不是 那就要設些賤官 喂 賤官你有空去勸勸我 我做得不好的地方 不要這個沉迷美式 酒池玉琳 做這個政策有問題 浩大喜功 經常發起這個戰爭 你來賤下我 賤官也不得好死 但是賤官就叫冒死 都要勸賤 全部都是忠言仁義的 但是香港人 這個華人 香港自己本土人 當然不敢做賤官 是不是 一做賤官你就像 羅琪、沈曉遜那樣下場 現在要找些外國人 找些紅鬚綠眼的老外出來 選賤你 誰知道你告訴他 你不是 你個個都想我死 就是這樣 羅琪在她個人網站 那裏登了一篇文 她說過去一個星期 因為她上過北京 又來香港 FCC找她說話 我也覺得很奇怪 如果羅琪這樣唱衰香港 香港玩言論 應該就禁止她不要來 再來唱衰到香港一次 是不是 外國記者會 這個外國記者會 應該禁止她 是不是 找個人來 配合 歐洲和美國的帝國主義 她唱衰香港 這個死不死 偏偏在你 這個時候不遲不早 她說 兩個城市 她說北京和香港 情緒變得 日益陰沉 昔日無憂無慮 和積極進取的能量 已經被相對 以陰屈的頹廢感取代 觀察到年輕一代來說 這個是近乎絕望 她說這個不單是情緒的轉變 亦是香港 曾經開放和誠懇參與的文化 推化為過度防衛的態度 對善意提出尖銳的批評 的人 作人身攻擊 OK 沈耀信 在環球時報 被他罵 港澳辦也批評 羅琪說 可悲是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 後事實世界 Post Fact World OK 羅琪就 形容 沈耀信那篇文章 慢慢變成一個極權的國家 羅琪就說 聽起來 好像是預言中的溫水煮挖 難怪這個曾經非凡的城市情緒 如此 陰沉 其實羅琪這個說法 我不知道大家在香港生活的朋友 有沒有這個感覺 這是一個老外 他比較客觀 因為香港真的是 老老實實 他跟你有親嗎 他跟你說這麼多話 做什麼 關他什麼事 好像很多人說 關你什麼事 你去了英國 說這麼多香港話 當然關我事 香港是我故鄉 為什麼我不能說 羅琪對於羅琪來說 都關他事 因為香港 他曾經在這裡留下很多腳毛 他對於中國 香港的經濟起飛 曾經是讚譽有加 亦都給過很多的意見 他是朱鎔基的年代 朱鎔基 去做總理的時候 他請羅琪 他對他很禮遇的 對這些外國人很禮遇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 那些幹部 每個都是糖水滾糖魚 自我感覺良好 他就要找羅琪這些人 當頭棒渴 直斥其飛 朱鎔基就有這樣的氣道 就告訴他 你不行 是吧 就找羅琪這些人去做這些事情 某程度上 好像中國皇帝 找些間官一樣 因為他們比較客觀 他看香港的問題 我覺得是很客觀的 情緒變得日益陰沉 無憂無慮和積極進取的能量 已經被相對陰屈的頹廢感取代 現在很多人都是 是嗎 過往發生的事 六四 我不記得 六九 六一二 我每天會會說 六一二六三六四 發生什麼事 不記得 他不是不記得 他不想說 不想提 怕有事 怕惹禍上身 我很多聽眾留言都是 怎知道你們媒體說完之後 我跟著說 會不會有首尾跟 會不會有麻煩 言論自由已經是玩完了 是不存在的了 你不要以為心機有聲 還有人在說話 就叫做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最重要的是 在權力面前 說真話 不會受到報復 那才是 言論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 今天的香港 羅奇看得很細緻 是被陰屈的頹廢感取代 大家低下一個頭 那就叫犬儒 不說了 不做了 你喜歡就怎樣 跟著說年輕人 他說 沒什麼前景 沒什麼感覺 跟著說 跟一群中國企業家會面 他們共同哀嘆北京 對於曾經蓬勃發展的私人企業 缺乏承諾 對於即將來到的三中全會 對於企業家 預防中共更強的國有化 聚焦習近平 提出的新則生產力 他都是很大中華膠的 某程度上 都對於 即是這個 中國的發展 很上心 很上心 那麼 對於大學生 他跟大學生 見面 頂尖的大學生 他說他們是共同展望 令人沮喪 那些同學跟他說 大部分 所以讀研究院 因為大學畢業之後 找不到工作 於是繼續讀研究院 石士 他說 現在中國已經將學生 從青年失業系統 統計中 剔除了 掩蓋日益嚴重的問題 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 所以 我想給很多中國人 還要上心 中國人只想要走 走 關於差事 很多中國人都這樣想 有錢的 走 但是羅奇不是 羅奇不需要走不走 他根本就是 一個美國人 但是他對中國發展 是相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 關心 是很強 你看到中國 那個 回應的方式 就是你跟他分手 分手 我說了兩句話 說你不行 很危險 嘩 鋪天蓋地 即是 將本來為香港的司法獨立 為香港的司法的國際形象 作出很大的貢獻 沈耀信 為中國 為香港的經濟 曾經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起碼他說得都忠然 香港現在怎麼發展 中國怎麼發展 但是一路看下去 越看越不妥 提出他的見解 確實的見解 本來你應該多謝他 是吧 這個 沈耀信 和這個 康蓮斯辭職的時候 我很記得 司法機構 是發過 這個文章 這個發言人說 很多謝他們 這些中審法院 海外的非常任法官 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貢獻 人家做了這麼多年 現在反轉豬肚就來了 人家看得越來越不妥 昨天我也有說 四十七人案 是最後一根稻草 他已經心死了 看見一個問題 這樣判的 有沒有搞錯 心死了 於是 我還跟你同流合 跟你 我晚節都不保 我已經政治壓力很大 我已經頂住政治壓力 在2021年 看清楚一點 看看案件的終結是怎樣 結果越看越不妥 那還不走 還要跟你一起 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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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一起過下去 不是吧 那還不走 我和你有親嗎 真的 其實他是和香港有親的 否則他為什麼會坐這麼久呢 所以有些人很好笑的 完全都不太明白 這個制度是怎樣 老的法官走了 年輕的法官上去 你根本不太明白 這個制度 這幫法官就不是本地法官 是海外法官 是在基本法裡面規定的 就是用來什麼呢 所謂回歸的初期 給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法治有信心 所以找一群老外在那裡助陣 那些老外很多都是七老八十的了 是委任這些 那些法官你知道 在外國多數是終身制 沒有退休年齡的 他想做多久就多久了 因為這個司法獨立的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香港法官也是的 你不能解僱他 除非他自己辭職的 或者是有病 不能試試 所以很多人都很老的 那他們即使離開這個工作崗位 都會找一些老的來的 因為老的人才上去 在外國的最高法院裡面做事 所以不存在 就是那幫老的年輕人上去的問題 就是完全是一個誤解 不過就是 如果你這樣去 批評一個海外的法官 辭職 你用這些人身攻擊 又說他什麼是恥辱 出賣靈魂 我就想問留下那幫法官 還跟你繼續做下去 喂 我遇到有什麼問題 我真的飛走不可的時候 你以為這樣 我怕你罵我 所以我不走 是不會的 每個人都會走的 所以我覺得他忍不住 也是揭子和青花的故事 本來他應該是保留緊有的 緊有的 緊有的 香港的司法制度 都有幾個老外在那裡 是吧 的外官 說我們還是普通法 現在沒有 原來法官都可以 可以這樣的 都會這樣的下場 誰跟你賣命啊 誰還繼續跟你坐在那裡 是吧 總之你不要批評我 你批評我 你就有這樣的下場 你想想 唉 誰都會走 我聽完之後 他真的忍不住 本來想 真是 希望可以保留到 香港的司法的外觀 誰會覺得 你也不錯啊 走就走啊 但現在不是 那個蠍子 無論如何 走到河中心 都要把青花一夜 大家一起死 如果這樣攬炒 就是他們才攬炒 就是攬著香港的司法形象 一起炒 今天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心智有化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再見 請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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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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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